大祖 大祖 这个人 我好像见过 什么时候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咱们在靖春社遭到的那次偷袭 应该就是这个人干的 果然是你们 你叫什么名字 说 你是谁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 你是谁 杀不杀 这个人应该是 那户人的指挥官 不过他也是 那户人里面 战斗力最弱的一个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怪不得我军一路 所向拼命 看来这个人已经被吓傻了 不管他是被吓傻 还是负于顽抗 既然他是那伙人的头 那他一定知道 那伙人的老仇在哪里 他会是我们 见面那群敌甘分子的 重要关键 巡公下 明白 带他走 是 大总 我已经把那名俘虏 端在偏方了 很好 记住 对这种人一定要怀柔为主 属下明白 嗯 只是属下有一点不解 大佐对待这样的阶下囚 为何要如此地客气 那么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 对 我们是征服者 他们是被征服者 对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 最好用武力解决 你错了 属下愚钝 请大早指点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武力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不过在佟陵村 你也看到了 就算拿枪指着他的头 他也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显然死对这个人来说 并不可怕 难道 还有比武力更有效的方法 当然 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只要抓住他的弱点 再顽固的人 都可以不攻自破 那 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 你不觉得 在这个人故作坚定的外表之下 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 属下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大早的意思 多愁善感的人通常多情 正所谓 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当前 人的警惕往往会放松 这就是我们抓住他弱点 迫使他妥协的最好时机 可是 他身边的那个女人 已经被我们给杀死了 人类 在情感上 是健忘的动物 尤其是男人 在情感上 从来是健忘的动物 在对待女人这方面 喜心厌旧是男人的共性 那么 于大总看来 哪个女人 是最适合的人选 巧儿 巧儿 巧儿跟她是旧相识 又曾经勾结暗算过我们 也算是患难之交 所以巧儿在我看来 是最佳人选 大总认识 但是 如果这个巧儿姑娘 不肯配合怎么办 中国的女人 把节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我们以此相嫌 用说服那名俘虏 来换取自己的清白 我相信她不会不答应 俘虾 明白了 雲璃哥 巧儿没用 到现在还没有把仇人给杀了 身子还被鬼子给糟蹋了 我现在每天过得生不如死 天天在这儿煎熬着过日子 我现在唯一的念想 就是杀了齐川红颖 跟你报仇 你 到时候我就去找你 你不会嫌弃我吧 雲璃哥 我想你 走 巧儿姑娘 之前是我太粗鲁了 对不起 有句话叫 爱之深择之妾 我之所以那样对你 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所以当你对我痛下杀手的时候 我才会那么愤怒 不过我想明白了 喜欢一个人 就是要让他幸福和快乐 像你这样 每天在仇恨和痛苦中无法自拔 不过 实在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我现在的痛苦 都是拜你所赐 随便你怎么认为 我已经决定了 要放你离开 离开 没罪 离开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等一下 巧儿姑娘 在你走之前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我们今天抓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你也认识你 他就是在靖春社 袭击我们的那个人 肖展官 那个人姓肖 我不知道 巧儿姑娘 看来你说谎的水平 不怎么高明 就算我知道 你也休想从我嘴里得到 半点消息 你多虑了 我并没有兴趣 从你嘴里听到什么 我感兴趣的是 那个肖展官隐藏的东西 只要你能让那个肖展官 说出他们的老巢在那里 我就可以放了你 这个条件 应该不是太难办到的 你休想 你的意思是拒绝我 有个词叫生不如死 我想用这个词来形容 你现在的感受 应该很贴切吧 不过这样还不够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的话 你会知道真正的身不如死 要比你现在的感受 还要痛苦得多 你还想干什么 我的士兵们背井离乡 四处宣战 已经很久没有尝过 女人的滋味了 齐川弘义 你这个畜生 随便你怎么说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也最后告诉你一遍 我就算死了 也绝不答应你 好 好 出去 出去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个畜生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 放开我 巧儿 为什么 中国人明知道会丢掉性命去 总喜欢自讨苦吃呢 所以属下认为 鼓励政府是对待他们 最好的方式 那个俘虏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你去准备些韭菜 我要去看看他 韭菜 有句俗话说先礼后兵 既然我们想从他嘴里 得到些有价值的东西 总得有个态度 属下 明白